《西方美术史》 我小的时候当时看《西方美术史》这本书 那时候甚至把每个画家每一件作品我都记住了 我到一个博物馆看到《美术》里的那些画 我觉得简直是一种 还是梦想变成现实的感觉 都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存在很久了 太对了 你感觉看到好的艺术品以后 那美是被推了一下 一下子你觉得 这个历史是扑面而来 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 就是把你喜欢的真心爱好的一件事 去分享给别人 文化呢 它是一个人类创造的一个最精华的东西 它需要你费一点时间去了解它 但是当你一旦进去了以后 你就发现其中这是乐趣无穷 明日面对面 我与世界 对话江松 被艺术推了一下 实际的连结 真的没有暖气 好感人啊 快进来各位 上个月我们联系到博物馆达人江松 并和他在武塔斯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度过了一个收获满满的下午 这是一个国宝 这是一个国宝 应该 你看它是复制品的 那真正的原作是在首个博物馆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它的比例不多 是吧 上面很大 是 这个也是像是那个大卫的那个概念吗 就是是放到很高的地方 有可能 对你太薄了太聪明了 对 实际上有从向往上看 所以它的上升就是比较大 是是是 你发现这个并不是一尊塑像 是一个浮雕 而且就是说你能体现到它有一种气场在里面 所以好多人都说现在那个网上观展 当然在疫情来之前 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最好的办法是去看那个原作 那原作本身它有一种气场在里面 能感受得到的 比如说我计划要去意大利去看一个大展 然后开始买票开始订 之后呢我在那天早上起来我就特别兴奋 完了坐了车一步一步走 那地方突然出现了之后 中间这个心情 我觉得你网上看展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 您是会有什么心情在去看展的路上 我觉得好像就是 就是好久没见的一个老朋友同样见面的那样 在过去20年中 逛博物馆是江松生活里最大的乐趣 他也因此走遍了全球80多个国家 近千家博物馆 我们很想知道 博物馆这样一个对很多人来讲 有点深奥 甚至有点沉闷的地方 让江松如此痴迷的原因是什么 我小的时候 当时看了西方美术史这本书 那时候的书全部都是黑颜色的 就是黑白黑白书的 没有彩色的 所以他讲了很有意思 因为我甚至把每个画家 每一件作品我都记住了 我到一个博物馆 看到那面书里的那些画 我觉得简直是一种 而是梦想变成现实的感觉 都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存在很久了 太对了 在2016年和2017年 江松分别出了两本书 一本叫博物馆里的活色生香 一本叫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 书里他将不同国家 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品 做比较和关联 带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不同文明间 感受文化的美丽 江松现在每周都会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给学生们讲艺术史 他说用艺术以教化 是博物馆收藏顶级艺术品的宗旨 也是我们去游博物馆的目的之一 想要理解和爱上博物馆之美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而孩子恰恰是产生变化的关键 万里皇帝一直想把他的王位 传承他自己喜欢的小儿子 可是不行 按照理智来说 大臣们不高兴 大臣们不乐意 所以这个君臣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皇帝一怒之下说 那行 我不干了 请假请了三十年 那假条现在还保存着呢 说我昨天吃点粮药 这粮气一积就把我的脚 积出一泡来 走都走不了 上不了 故意的讲了一个借口 因为江松讲的文物故事 总是诙谐幽默 他在网上的音频节目 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是吧 可是他一生当中做了好多事 在后宫里面只会 那对于像现在这样子 很多的关注 然后还有您的这些课程的推出 还有出书啊等等的 然后您会反观说 我存在的那个价值 会得到了认同吗 对我来说 那感触不是特别强烈 我觉得我没怎么 特别关注自己 真的吗 对对对 我觉得特普通 特普通 其实我真是太普通 我觉得那个 我喜欢的一样事情 去跟别人分享 尤其是听到回应的时候 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除此之外 真的感觉不到其他 因为就是我的生活 特别的封闭 就是一个小圈里面 那我也不知道 外面是什么样的 也没有真正去 去接触到外面去 就我小的时候 老师问 说你们想做什么 要有什么理想啊 后来我说了一特别 让老师失望的时候 我说我做一个饮食 现在还终于实现了 北京的孩子 你们小的时候都吃什么 那时候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就是物质比较频繁 我记得那时候在北大 经常会有一些什么海杂鱼 也就是说 什么是海杂鱼 就大的鱼都挑走了 就生成那些小的杂鱼了 江松在大学毕业前 生活的主要范围就在北大 家住北大雁东园 周围的邻居 都是国内有名的学者 爱上博物馆 也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 当时我住的那个龙呢 他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教授 比如说我的邻居叫林昌善 他是这个生物系统学的一个 特别有名的教授 然后他就从小带我们去看那些昆虫 以前的那个北大的生物系列 专门有自己的一个小的博物馆 他是负责那钥匙的人 有的时候打开了以后看那老虎 好像进去童话故事的世界的感觉 最幸运的时候 那个义和园的长廊 那时候刚刚装修完 彩绘了 金笔会黄很漂亮 之后呢我就 那时候游客也不是很多 我经常跟那个邻居的一些老先生 带着我们去 一看就看一天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故事太丰富了 我觉得这个图形里面 你明明知道有很多故事情节 可是有些东西你解读不出来 那那个人为什么怒目远征 为什么拿了一个长毛 跟别人去拼命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他这个读出来 当然我在知道这些东西以后 看了一些原著 原来这个故事是讲的是 就是长廊上那幅画 我就特别兴奋 我就第一时间就想去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很想知道 您第一次去看博物馆 是什么样的契机 其实特别有意思 又说起我的邻居来了 就是我们算是发小了 我们他父亲是北大考古系 从历史系刚刚分出来 他是第一任的系主人 后来他提起来说 你们其实应该去这个历史博物馆去看一看 为什么呢 说里面有很多的展品 你一去你不用人讲 你自己就能认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你们历史书上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看那个四母屋 后来叫后母屋 这大顶 可以说真正是为我打开一扇门了 因为书上那东西你都是若有若无 什么的特别不在意 就只不如一张插头罢了 而且它没有颜色黑白的 我们那时候教材 可是那真正看到实物的时候 他真正站在那面前 哇 那么高大 完了之后八百斤的那种重量 斑斑勃勃那上面那些图案 在你书上你完全感觉不到 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觉得 这个历史扑面而来 被人能够触摸的东西了 博物馆在教育中起到的作用 在江松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那些书本上提到的文物 出现在他眼前 历史召集现实的穿越感 一下击中了江松 知识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 而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 立体的 充满色彩与情感的故事 江松开始为之着迷 并将博物馆 作为自己一生的乐趣 那您自己真正第一次 在国外去到了博物馆 是什么样的机会 2002年的时候去陆冯公 可能就跟团一块去的吧 所以他有时间 要固定下来 多长时间要出来 所以我基本上 是把他整个一圈 没有任何一幅画 我站下来 固定下来 那看的 就是一路小跑着跑下来 博物馆那些展品 级别太高了 它总共有37万多件 可是它展出来的 就5%的 而且它展出来的 几乎是每一件 都是那种机器 比如说那时候 《莫娜丽莎》 还不是在单独那展厅的 还是在一个小边 上一个边的展厅的 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去看 德总感《莫娜丽莎》 或者看什么 希腊雕塑 可是完全是没有机会 就跑到另外一边 也就是说 那个叫《莫娜丽莎》 他有了法国的 十七十八世纪最棒的画家 太棒了 卢本斯 他是巴洛克的画家 他为 玛丽的美迪奇 从意大利 美迪奇家族来的 一个法国皇后 画了他一生中的 那个大画 每幅大画 一面墙 因为他本身就是装饰一个墙的 那叫鲁森堡公 当鲁森堡公那个墙 拿下来 在陆福建造一个 叫做 《莫娜丽莎》大画室 小的时候最早了解那幅画 就 就从这几幅画 二十多幅画来了解的 几乎是 每幅画的那个故事 我都能大体了解一下 所以我就 当时讲 哪怕《莫娜丽莎》不看 我要去那个 《莫娜丽莎》的地方看一看 之后你就发现 《莫娜丽莎》那边 人山人海的 可是那个 鲁森堡公司那大画室 一个人都没有 我即将特别深 也可能是冬天啊 每天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就我自己一个人住来 我真是太幸福了 你是谁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身处何种困境 人生难题那么多 听听别人的故事 找找自己的答案 多年对艺术史的了解 让江松总能在博物馆中另提蹊径 找到那些宝贵 却鲜少遇到知己的展品 那种独自欣赏伟大艺术品的幸福感 对于那些年的江松来说 稀少而珍贵 在全职普及博物馆知识之前 江松经营着一家文化交流公司 主要接待国外文化团体来花 以及中国文化团体赴海外交流 2015年前后 她决定将公司交给太太打理 自己把全部精力用来做博物馆的通食教育 她一家接一家地逛博物馆 看到不懂的文物 回家看书 查资料 再回去看 以前走南闯北 心里却感觉越来越受束缚 现在 人在家中坐 她内心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从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公司里面跳脱出来 有没有人支持吗 我还是比较欣赴 家里还是支持我的 首先第一就是说 她能看得出我的状态来 工作的时候特别面条大脑 我一说我立刻变了一个人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支持我去搞自己爱好的事情 就是你们两个会一起把看博物馆 没错 或者是看艺术史这件事作为共同的兴趣 以前没有 以前我们出去旅游都是 民逼迫的 很条件 要怎么样才条件 因为她不喜欢去 一开始不喜欢去博物馆 只去那奥特莱斯 说我要 我就跟她说 你要去一个奥特莱斯 得陪我去来博物馆 因为大家肯定就是说一直在想 你看博物馆这些东西 你有什么用吗 你能吃能穿啊 就第一不能吃 第二不能穿 你要是想改善自己生活 是完全不可能的 可是呢 时间慢慢长了以后就发现 实际上她对孩子的升学可能也有帮助 对周围的一些小朋友 或多或少有影响 在和尚团出去比赛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实际上不光喜好了音乐呀 甚至后来好多人选了艺术士专业 所以她就觉得这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吧 起码 这可以说是我一生认为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乐趣了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文博 更专门走进博物馆 更多的人从中得到乐趣 得到乐趣了以后呢 有更多的人把你的乐趣分享给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江松最爱干的事之一 就是拉着朋友逛博物馆 免费充当讲解员 听众最开始是儿子和妻子 后来发展成了朋友和朋友的孩子 最后发展到工作中接待的文化团体 久而久之 有很多人慕名请江松 带他们逛博物馆 江松在书中写道 出到博物馆 大家最常见的反应就是 这破屏烂罐断壁残垣的 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呀 每到此时 为了捍卫人类文明的尊严 我都不得不跳出来嘟巴几句 尽可能在大家丧失好奇心和耐心之前 解释博物馆之美 我记得10年之前做的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数据 就是说医生当中去过五家博物馆 医生当中 在中国的比例不到10% 也就是10个人里有9个人 医生当中五家博物馆都没去过 那到现在呢 现在说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趋势吧 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意大利还有这个地中海地区的人们 认为他们特别的有文化有文明啊 那其他北方的人都是那种野蛮人 你包括那个文艺复兴早期的时候 意大利人就看不起法国人 就在法国人只会打仗 除了这个武夫之外 他没有任何文化 他们吃的所有东西 法国大餐啊葡萄酒啊 全是那个Cathleen的Medici带给他们的 可是后来呢 所有的这些 这个我们说新兴的那些国家 他们在新兴的第一件事 一定要派人去意大利去度金的 所以我去过意大利以后 我觉得都是有文化的一样 包括美国也是嘛 那上世纪大家觉得美国是爆发火 那现在美国有多么好的博物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咱们中国也一定会有这个阶段的 我们也正在经历着这个阶段 太对了太对了 为什么您也认同 我觉得说博物馆是一个可以 也许能够帮助小朋友们 保留他的那种创新心 和发生思维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需要开发的时候 是在那三四到五五岁的事情 特别容易去把这个灵性的种子 注定在这个地方 我做过一个试验 自作为小孩的画 还有各种名画 我就让小孩去 你把你最喜欢的一个找出来 大部分的孩子集中到一幅画 你就看那幅画最有名画的 太神了真的 他那感觉真是跟大师能够交流 因为在我们能够语言 能表达之外的那种能力 太强大了 如果真的好的东西 其实大家是都有功能的 是 那一种对于美的标准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可以去有准则 艺术史的角度来说 希腊人认为能够完美的 把自然的东西塑造出来就是美的 当然美是在于什么 在于合理的比例 甚至他认为这比例就是一个人 甚至从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 那么之后 基督教不认不认为 基督教认为 它背后的那个含义 就是图像制的那种含义 才是最美的 可是后来到了现代艺术以后 他把这个权推翻了 认为美就是你的那个idea 不可能是一个小扁持 可是我认为这是权 我认为这个idea太棒了 就开启现代艺术了 对 所以说不管是他比例均衡的也好 或者他背后的那种强大的 象征含义也好 还是他的那个特别 不辟蹊径那种创业也好 所以他是给你一个 那种类似于心灵的办事 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在平常的时候接触不到 那个生活就变得太压抑了 太缓慢了 太琐碎 太平常了 可是他这时候突然出来了一件事 有可能他在2000年前 特别不在不介意 甚至从垃圾厂被人捡过来 放在这里 可是他一下子就给你一个推了一下 你感觉看到好的艺术品以后 那美是被推了一下 古人就认为 他怎么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 他怎么听到我听不到的东西 这叫葱和鸣嘛 眼葱就是耳葱目鸣嘛 所以他们在画神像的时候 那神都有一个大大的眼睛 大大的耳朵这样的 这算是要比你强的 对博物馆的兴趣 这几年随着故宫的火热 逐渐在年轻人间兴起 但即便很多人跑到博物馆打他 却还是很难对博物馆中 那些极具传奇色彩的文物产生兴趣 江松深知 对历史 艺术喜好的培养 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最先要做的 是要不断向下一代普及这些知识 以让他们从中找到乐趣所在 真的真是这样的 这是兴趣啊 我外甥在那个芝加哥 江宾分校读书 他学的这个理论物理 他发现他刚去美国的时候 第一年 起碼是前半年吧 这美国学生没有一个比他强 他最后毕业的时候 真正考研究生再继续学这个理论物理的 全都是美国人 他就学不下去了 回来了找工作了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那几个美国人学物理的 他全是真正爱好的 因为这个没有这爱好 他除了你是度过不了那种枯燥的 初期的阶段 所以我们在这堂课的宗旨就是这样 让大家尽可能的能够感到一个兴趣 这个兴趣能够办你一生 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 跟我们这一代人 最大的差别就是搜索力 我们这一代人说 听一特神的故事 对真的 这太有意思了 我们就当真了 可你们这一代不是 真有意思 我看看网上是这么说的吗 搜索力 搜索力很重要 像我们前天去那个食客博物馆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 那传教士那些故事 我回去我又再看 原来实际上他有很多 我当时有体会到的一些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 张成白敬 这两个最早的那传教士 实际上他们来中国之前 因为他们是法国人 所以他跟路易十四有联系 路易十四是一辈子最崇拜的一个人 就是康熙 你把路易十四和康熙 两个人摆在一起 我看太像了 路易十四有马萨林 他有一个主角 从小一直管着他 康熙这边有奥拜 看着他 之后他们的婚姻生活 他们对艺术的理解 这俩是太像了 就像咱们网上说的 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个人 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血亲 他长得和性格跟你一模一样 你可以找这个人 康熙和路易十四就是这样 所以路易十四就一直想去 我怎么跟康熙联系 联系 法国国家部 那个图书馆就专门有一封信 他写给康熙的 可是他找人得送 这怎么送 最传统的路径就是从俄罗斯来 因为在天主教上 俄罗斯是负责中国教区的 俄罗斯就不是特合作 所以这信息了好几封 都没有传到康熙手里 后来通过海路来的 就是我们说的 昨天那个传教士 传教士不光把这个信送到了 还回去了 还回到法国 还把这信息又重新 更新的信息带给路易十四了 所以这也是特别神奇的一件事 你就发现 好多特别 你真正知道的事情 平常你如果不注意的话 你就擦肩而过了 而如果真正稍微注意一点 就像我们说搜寻一下 可能一点好奇心 我发现这原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上一次我们在课程当中讲这顶王冠 这顶王冠是在1930年的时候 由伊丽莎白二世她的父亲 当时制造出来的 这个王冠整个讲述了一个英国的历史 而这个1000年的英国历史 它用特张扬的办法来讲的 它就告诉你 我这个是日不落地我有多么强大 我把全世界最大的宝石 都放在我帽子上面了 在江松出书介绍博物馆故事之前 市面上大部分关于博物馆的书 都是介绍单独某个博物馆的展品 江松改变了对博物馆的传统讲述 他把宗教发展和公平八卦作为暗线 讲述不同博物馆在不同时期的展品之间的关系 他将文艺复兴作为暗线 讲述艺术大师之间用作品斗法的精彩 无论看江松的书还是听他讲 可以说是一不小心 就会来一场全球艺术之旅 所以我们世界史上有几个节点 以前的人在画画的时候不能落牙齿 米开朗出了第一次把牙齿给落出来了 以前的人画完画以后拿一个勾边 我们叫勾勒 可是达芬奇说没有勾边 因为你嘴唇长得没有边 脸没有长这边 你怎么把这画得很像 达芬奇说一层一层染上去 40层才把这嘴画出来 可是嘴四周围这线没有画出来 他没有画这个轮廓线 为什么蒙娜丽萨笑得很神秘 很猥琐 就是因为她没有那个轮廓线 为什么是笑的 它是一层一层累积出来的 所以蒙娜丽萨为什么是 世界第一名画 你现在不理解 她说画好在哪 再好也没照相机照得好 所以学艺术史要更变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你不要站在现在的人的角度 去看以前那个画 一定要站在那个时候 已经1500年左右去看蒙娜丽萨 你才能理解 那个怎么怎么办 因为它是节点 在此之前所有人都画线 就是我知道这些 或者我不知道这些又如何呢 我觉得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没错这个文化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是这个像食品一样啊 意识族情里是日常生活必要的 可是那文化呢 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 我曾经跟好多朋友开玩笑 比如说现在大体上世界上 聊路人啊 一种是特别热爱这种文化的 能够希望为它付出一切的东西啊 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 就是马上要变成一个喜欢文化的人呢 因为就是说这个 大家在物质极其缺乏的时候 可能想的都是怎么穿好 怎么吃饱 那么下一步就自然而然 就会想到精神上的事情 那就是跟文化有关的东西 当然文化呢 它是一个就是人类创造的 一个最精华的东西 它需要你略微费一点时间去了解它 但是当你一旦进去了以后 你就发现其中真是乐趣无穷 为了像那个山西看三样事 古建筑 古雕塑和土壁画 太划了 太整划了 取经天堡的地方 发出了很多的那个春秋世界大漠啊 它们发出很多的那个清通气啊 很多的玉气啊 然后建造了一个说辣无比的一个 服务馆 嗯 我可以的